這套真的是我近兩三季看得最辛苦的一套作品 因為你還沒到變態的級數 我從新一次這套跟變態沒有什麼關係 你本身是這方面的專業權威所以可以認定這件事 我會這樣說的所謂有味色笑話 那種的精緻在於不是你不停地說不停地說 我雖然這樣說但我都是認同 貴精不貴多 我也有一點樹齡的想法 因為我也是覺得一開始他勉強還做到那個感覺是點到的止 但去到中間是太多了 太有口味了 而且是整套都圍繞著這東西去轉 我覺得有點辛苦了 即是整段好像粗口一樣 對啦 類似的樣子 即是我們看粗口的定義就是你衝口而出 或者在一些特定情況之下你才會覺得 過癮的 過癮的 即是你不停地說的話是會麻木的 但是我又發覺我將這一套動畫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我推薦給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一個平時不可以動漫的人 他就說昨天什麼好看 然後就跟他說這套東西好看 之後他每一個星期見面都跟我說 鏡花鏡花 你有沒有看到最新的一集下流跟我說 沒有 我看到三四集 我就沒開始看下去了 你要看這一集 這樣很好笑的 我發覺應該是好像覺醒了 令他對這些色情形的有好興趣 平時他不是這樣的 香港支部S.O.X分團的宣傳部長 鏡花先生正式走任 那你是不是這個靈女來的 你就已經是 這些也是靈類恐怖組織 神谷回來嘛 有流浪神差嘛 總之你這次說的那一套 就是下流緊不存在的灰陰世界 這一套 新翻我們就沒有說這一套 因為新翻那時候 其實我的case 其實是想什麼 其實沒什麼特別 應該說 你可能說 黃色笑話有什麼好說 他不完結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現在完結 就可能 其實都發覺 其實他是一個 將黃色笑話推到極致的動畫 我完全不覺得 我覺得是很低手的一套動畫 他是故意說的 他都是 一件事就是 這類型動畫就是什麼呢 一開始就是 你突然看到頭上 好像挺特別 因為夠爆 但是你會發覺 他跟這一類作品 同樣的問題就是什麼 他無以為界 他不停地找回同一樣的 所謂的點子 去 表現他的主題 他根本就沒有掌握到 那個主題的真髓 真髓根本都不在於 你不停地說 究竟你可以用什麼形式 去表達到 就是黃斷子的精髓 其實他做不到 老實說 我看完整套動畫之後 就發現 這個人不是喜歡 一個講黃色笑話的人 那個作者 是一個老村洞的人 他裡面所有角色 就好像跟他一樣 去老村洞 在這個要所謂的 用這個黃色笑話 或者所謂的變態 去征服世界 而那一刻 我很慶幸 這位作者 在日本去做寫作的工作 去發洩他這件事 要不然我也擔心這個世界 都會有一個腦動的人存在 向一個日本私人恐怖襲擊 別開玩笑 其實這套東西 直到他那一集 教你弄了什麼 舉躍的洞洞 被人投訴得最厲害 之後 開始已經是插水插得很厲害 應該是收斂了很多 我也不清楚 我不知道他要用收簾來形容 還是他要收工來形容 我想說收簾 是最飽的已經做了 第四集的時候 我真的想不到會上本類的 因為你明白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你覺得這套東西 一開始 其實我覺得不是純粹是因為他講黃色笑話 因為難聽這些說一句 你也要聽完那些 beat 那你有什麼好笑 即是你的粗口全部都沒有意思 問題是他裡面帶的內容 例如第一集 可能說 你找兩隻蒼蠅還是蜻蜓交配的 做那個效果出來 即是你看到這條招式 當是播四仔 大家都知道想做什麼 即是他帶出一個訊息 那沒什麼特別 之後見到的東西 什麼找底褲 找底褲好像80年代都有 即是玩底褲這些東西 然後去到後面 那些東西就是你已經見過 而且事情開始以無以為計 他的問題就是他經常說 現在這個年代的人 因為沒有了下流緊 或者沒有了接觸資訊的渠道 所以對聖智識的人就很缺乏 所以就要教育他們 但是搞一下就越來越不知搞什麼 已經不是教育了 我會這樣說 他的階段裏面 其實你與其說 他好像很偉大 說聖智識群佛那些東西 其實你看到的 你裏面 叫做傳播的圖 裏面 他有教他聖智識的東西 我老實說 最少 新密課 那一堂 如何交配 你只要貼那些出來 其實整件事已經解決了 而他們貼那些東西 你與其說是教聖智識什麼 那些東西 你不如說是異人 純粹異人 他是啟發一些人去異人 所謂他想做的事情 即是他覺得這個就叫做什麼 性開放了 解放了 總之 擴闊了他們對性的思考 想像 我覺得這件事是 fair 因為你要有那個感覺 首先你的腦要有 excitement 但如果你對那件事沒有 concept 你根本不知道是異人 你不會有 excitement 等於你說叫一個五歲的小孩去看裸體 他未必有 excitement 這是同一個道理 你要有那個社會性的 background 去導致你有性的效果出現 但問題就是他做到後面 他沒有做過這件事 這件事是走開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向 不是 他是看到動畫有講到的 開頭可能他們 你也知道殺博式的笑片 整天都是掛淫畫的 然後會長看到是什麼 這幅畫挺漂亮的 OK 一個村姑而已 你明白 正如你剛才所說 他們沒有這個智慧 但我覺得沒有東西的 你帶了一個反差的搞笑效果 可以 但後面你什麼都沒有了 我會這樣說一件事的 你怎麼會覺得 你怎麼會覺得 老實說 你怎麼會覺得那件事是色情 就是因為知道 你知道什麼是色情 老實說 你要知道什麼叫做 搞事 搞事是怎樣的 你就要知道 怎樣才為之搞事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但為什麼呢 他整套東西裏面 我就開樓看 那怎麼辦 你只給了一張裸體圖 泳衣圖 其實還未到裸體 我覺得 善情的動作 然後就說 我正在教育你們 性知識相關的東西 即是好像看監獄學員 有些差距 我覺得 監獄學員因為很極限化 這件事無厘頭化 但這裏是沒有去到那件事 這裏的笑話 就一開始那些 好像是那些所謂的 創意色情的東西 即是 你夠爆 創意教育 那件事很爆 但之後那些 就是玩回以前 那些三級笑片 裡面玩的gag 以前會玩屎尿屁 這裏就是什麼 底褲 體育 還有有體育的底褲 這三樣東西 其實有氣味的底褲 或者再多一件東西 你完全說到好像白麵包 焗底 還有賀仔 要飛邊 還有不飛邊 但你明白我想說的東西就是這樣 即是你玩來玩去 都是一樣 是的 這套東西 都是麵包 這套東西都是 你玩來玩去 都是那些 所謂那些東西 而那些實際行動 我難聽這些說句 這套東西其實只有1集 那一集是哪一集 就是第12集 因為第12集 他真正是說 他表達了作者認為什麼叫黃斷子 其實只有那一段 即是那一段的演說 是有一些可體性 因為你完全宣告了 作者認為什麼叫黃斷子 其餘的所有跟著劇情 根本上是沒有的 做來沒有意思的 特別是一個底褲掛人 我想說的是 他很認真地 就是要把這個細工院裡的色情 真的做到一件恐怖分子的事件 我是不介意的 但是 但是你一來 我又代入不了 我覺得他變成附警 是的 但入不了 又不是很好笑 或者那些笑話 真的打不中電波 總是有人喜歡看屎尿屁 我自己不是 我無意批評屎尿屁 但我不中電波 可能是這樣 我唯一覺得 我勉強還是覺得好笑 只有第6集 講怎樣做這個舉躍 還有那一集 善道貨 他好像是一個隊長頭 好像很厲害 但他反而是過度解錄了很多色情的東西 這些才是撞到一些落差的笑話 那個也有趣 那個也有趣 那個諷刺的地方就是 其實你心中有色的東西 看什麼都很色的 即是他講到 鑰匙插過鑰匙洞 這個很有問題 封了鑰匙洞 為什麼排球網是要 有排球網是私物 私物就可能會有其他色的東西玩 這個是 有點嘲諷性的笑話 即是叫王過正那樣東西 但是你說 其他的內容裡面 尤其是叫做什麼 根本上整套東西裡面 最變態 最濕濕的那個人 叫安娜 我也想說 第一樣就是 安娜 那樣東西已經 第四集玩到最爆之後 然後又沒有了 其實之後不停重複這個橋段 我已經有點無限了 不是 即是這個人 心裡有問題的人 已經是去到 代入不到他的腦洞 你看到他那些彩虹 性水餅 但是之後開始 你還是見到他打拳腳功夫 看街霸 那樣而已 那個問題 就是 OK 純粹變了心心眼 他是一個 他接受不了色情的人 老實說 但是說 你覺得你做這些 你覺得是不變態的 你覺得是沒有問題 覺得不是色情的 這些我覺得 你也沒有過解釋 什麼叫做正確 現在就是什麼 我現在說正確就正確 你不要管那麼多 我給糞便吃你 你也要說好吃 安娜他是犯了一件事 一些怪獸家長教育的子女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對 不知道什麼是錯 我覺得是這樣的 他們才是太單純得來 有瘋狂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他對性之一無所知 但知道錯了的事情 他可能做了很多壞事 但他覺得這些不是 但是你要明白 他現在做的事 是跟色情做一個對等關係的意圖 他是一個 如果說這些 你覺得這樣不是 老實說 他媽媽不讓他接觸 不代表我老實說 你那些就是 我難聽說他 你在你下體裏做一些體液出來 然後給人吃 你會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人本身就已經很有問題 我想有馬上說的事情 其實有kind of想表達 如果不是那個有眼袋的女生 科學部那個 科學部那個 就是一開始就是 拿他那兩隻蚊 去跟別人玩 這個配音片段 那個 《不破冰果》 他跟他的對話之後 是有表達過這件事 但是呢 思維太跳躍了 也都我不覺得劇情有想表達過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想法 剛剛你講到《不破冰果》的角色 他不是作為恐怖組織的一員 也不是善路科的那邊 但是 他作為一個特殊的存在 其實他有很多東西可以發揮 但是你去到後面 他又沒什麼用 他是一個中間的劇情 如果解決不了 就找他出來 是啊 但是他會變成沒用 還有我覺得 就算以劇情現影 我已經不想理會長他的變態 我意思是 你推上這個角色去變態 就會變成前期 一些好笑鬼撞不出來 因為你就要有一個正常的人 看一個色情的東西 中間他又不明白 有認知落差 一開始是撞笑 你沒有這個角色之後 整班都是變態 整班都是有腦洞的人 那我這個人 我就跟不上那些笑容 因為我們不是神經病的 或者這麼說 我沒有去到 懂得欣賞這個笑容 我自己就 那幫所謂恐怖分子 那幫人 他們去到那個程度 去到什麼呢 他們只是喜歡說 但他們是不喜歡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看得很面紅 華聖才會特別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說不敢做的 而你去到這個程度 你要宣佈聖制度 我覺得 老實說 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不如說 安娜就是恐怖組織的秘密首領 我可能還會接受一點點 即是口裡狠大叔 身體狠少女 那怎麼辦 那是這個落差 我想說的是這樣 其實老實說 他一直都點到 什麼叫黃斷子 黃斷子的意思 不是說 你純粹拿個生殖器官 去說出來 就叫做黃斷子 他這種變成 就像那些小學生 訓導老師說 你講粗口 那個階段 然後就好 他不斷說那隻字 總之 任何句子裡 都要包住這隻字 我就覺得自己很威風 他現在是那種程度 以我的理解 一些色情的圖片 咸書 那些應該不叫黃斷子 那些就純粹 那些是不亞可物 那些主要叫公口本 那些主要叫做 那我想黃斷子應該是說黃色的笑話 是銀魂那些 加幾句 那些無緣無故 一句話普通通 去說到一些黃色的 應該這樣說 那句話是存在雙重解讀的 明白的人 明白的人 你會知道就是他在說壞話 不明白的人 你就會覺得他根本是在說一些 無關重要的東西 但問題他必殺了 那些就是正如你說 你根本理解不到他在說什麼 小學會說髒話 很永遠就是為何他要必 黃斷子 我都說 那些不是黃斷子 等於說髒話 說髒話的最高境界就是什麼 我們那句髒話裡面 是不包含一個 就是髒話裡面的字 但你知道其實我是在說髒話 這個才是最高的境界 和黃斷子的意念是一樣的 天下武功是本春一言為快不破 是同樣的道理 我明白 最簡單的說法是什麼呢 大家看很多年商業電台陶傑的節目 經常都說的 敦倫敦倫 敦倫就是交配 但是陶傑永遠都在說敦倫 但是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的問題就是 他表達那件事 你要用另一些東西表達出來 就像我既然說 你要用第二個 meaning 你平常玩鞋音 你日文經常都玩鞋音 他有沒有玩過鞋音 他那些鞋音全部都放在一起 他不是玩鞋音 他只是玩電子音 我明白 在那個世界裡面 他這些可能已經叫做黃斷子 因為正如在一個小學裡面 你不能說粗口 你說了粗口單字出來 你會很快感 你會破解的快感 但在於我現在身處 這個觀眾身處的世界 就不是一個很慶幸地 就不是一個有色情法的世界 我就不需要看你講了一大堆 一堆黃色的詞語 我就會很開心 那個問題是 你令我不覺得這個人高 你不想說這個人真是黃斷子 老實說 我想看就是一個黃斷子的高手 他可能就是說 我看網上學生會好過 我覺得是 網上學生會 你說他玩這種 他拿一條招出來 我也覺得好 你這樣說 你令我有遐想 覺得我是 那個人是壞東西 或者銀魂那些馬賽克 銀魂那些太高端了 我已經覺得 這些就是黃斷子的高手 他洗心革面 金盆洗手了 其實 但是 你又給不到這個效果出來 其實 你說這些不需要這麼白的 可能你當 靈女以為自己是天下武功第一 原來一三環一三高 奧姦是真正的武林高手 本來是做到一個效果 應該在這個動畫裡面 是奧姦 他明白黃斷子 他出去套造靈女 靈女是沒有一句說話裡面 都有一些影射 要背了黃色的笑話 本來是應該要這樣做好的 即是新白色的動畫 這只是為了一兩集 做到這個節奏 他放棄了講 放棄了之後 他根本不是忌廓 他不是放棄了講點 更甚者就是什麼 他說完之後 他經常想 我真的要貫徹這個事業 又不知道為什麼是感動 好像專業宣誓 總中職守 這個有沒有感動 這個不是重要的 你去到最後幾集打的 什麼頂上之白的那些變態佬 他就有這樣的感覺 他說完 阿欣說完變態之後 他又說 我們繼續衝吧 他好像沒有說過 所以其實根本上這套東西 是離了題的 變成不是黃斷子人 是講變態 這套東西根本就是 根本我們一直看 你錯了 是講嘴上變態 其實你錯了 作者說出來 是諷刺 人家日本那個 什麼七成條例 就是 什麼健全什麼 什麼條例 就是 青少年健全什麼 那些 我想說的 我可以這樣想 其實也很明顯 或者諷刺 你可以說 當你逼到人們 到死角度 他可以變得這麼變態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太過超越 你諷刺 你諷刺 諷刺 是基於一個現實層面 你會覺得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他可以誇張一點 但是現在那個誇張是什麼 是跟那件事完全脫了歐 沒有其次關係的 我純粹喜歡文底褲 應該不是很誇張 我也覺得是 我比較壞 那個人還是一個死變態 再加上 就是他對底褲有一個熱情的愛好 有底褲文就行了 其實我想說文底褲 我都明白 他沒有大致的 這個固然是有些諷刺 有些抗爭的人 其實是想拿著掃這件事 這套東西裡面 唯一叫做什麼 我降到最低最低水準去讚 究竟是這一節 就是軍力和後奸 即是他們那種是什麼 即是軍力那種是 被開圈慢慢被前面 被洗腦 他可能都是不小心去看到那些本 之後 然後跟著 某些東西覺醒了 他開始對奧奸的態度的改變 但是那種 肌肉佬穿著女人的第三褲 這些 就算是沉悔 都是很老感的 他還玩過很落差 你不如叫不道司令出來做音樂 有些偶心感過的笑話 我會說 我剛才也是這樣說 這是standard的 我把我那個所謂好的基準 那個engine是跳到最低最低最低 已經是跌破了水平 紛紛燒到死火 我覺得這些笑話都是因人而異的 可能有些人覺得很好笑 我笑不懂 你說軍力的角色叫做比 我不是說他穿內衣 叫做他的變化看下去 他對奧奸那種 你覺得他好像是有些東西的 但是 你又不可以說他真的對他有東西 那種 像有還沒有的那種 才是有些水準的 你每次都好像變成Honor 突然變成一個蕩褲 衝過來 我之前說Honor的那些 玩一兩集那些其實都好笑 但之後真的太多了 我就覺得 根本上變成一個瘋婆的角色 對 變成一個瘋婆 變成一個瘋婆的角色 還有就算剛剛有馬說那些 諷刺清晨健全法那些東西 都是第一兩集 已經是作者有努力去做過 之後已經放棄了入武了 我覺得如果是正常去諷刺的方法 也不是很合理的 他講這件事會怎樣 限制清晨的思想 他不明白一件真正的性 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會有很多誤解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方向去諷刺 但不是之後那些 有些瘋狂頭的人 不過我想問一問 你說法例的諷刺 如果大家跟內亞子比較 那時候也是經常用這個 來套租 大家又怎麼看呢 其實內亞子自己本身都自知的 所以其實他所有這些題材 都是點到即止的 他不會去暴露自己 這方面根本寫不到不行 但這套的問題是 內亞子其實是什麼 他是在玩拉打鏡 那人真的很熟拉打 所以其實他可以大玩 大玩玩下去 玩到盡為止都可以 但這套東西 他偏身就是一個黃聯節 等同於是什麼 之前看那套征服世界那套東西 就是那個幼女征服世界那套 那套什麼 那套東西 那套洪陽是一個道理 那套有下限級數 那套東西就是 你根本都不知道 什麼叫征服世界 你說什麼征服世界 這套東西就是 你根本就是 你自己叫做什麼 黃智珍很棒 我有很多奇怪的幻想 然後就寫 現在出來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原作原作有九冊 我不知道怎麼寫出來 某種意想都是個高手 但不重要 至少我看這十二集裡面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而我看出來就是 我真的看得很辛苦 是不用緊張的 日本現在來說 有一個主題 有一個主題 跟出發社說 這個主題是OK的 我要奉刺這個聖城條例 現存的條例 OK 那寫吧 然後寫下去 巨人那麼高 巨人那個境界其實是很難觸摸 你明白 巨人 我相信說電影班是巨人 巨人那種 你總是覺得他有些東西 但其實他好像沒有說過 那種境界是很難觸摸的 就是這些 你明明告訴他 老實說 藝術的東西不是 放水在那裡 就是黃家衛 其實這杯水也很高 其實是 他走下樓 說完了 水向低樓 這套我們去到 我們去下一套